和下属的亲密照片曝光 使得男人名誉扫地 照片当中 王宝山和杜婷婷 几乎是一丝不挂 相互搂拔在一起 追查亲密照片来源 竟是源于自己手机的相册 这张照片不是别人偷拍的 就是自己的相机拍的 究竟是谁泄露了他手机中的秘密 他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遭泄露的私密照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5年2月的一天 某高档酒店的一个大厅里 是座物续席热闹非凡 只见男士们各个身遭笔挺的西装 显得是英姿杀爽 而女士们穿着漂亮的晚礼服 显得是温婉迷人 这男男女女之间 推杯换盏功筹交错 气氛好不热闹 这是一场什么活动呢 原来距离春节 只剩下几天时间了 某大型公司 正在举办着一场 盛大隆重的春节晚宴 公司的主要领导 及重要嘉宾 都出席了这场晚会 在晚宴上 主管销售的王宝三王总 是面色红润 喜上眉梢 因为呀 今年公司的销售业绩翻番 王宝三在开场 就受到了公司的表扬 那么其他部门的老总呢 也纷纷向王宝三敬酒祝贺 正当大家都沉浸在这种热闹的 氛围当中的时候 忽然滴滴滴滴 传了一阵阵手机的提示音响声 那么公司当时在场的几个主要领导啊 几乎同时都把手机掏了出来 可是打开手机之后 几乎同时都愣住了 然后一阵交头接耳 窃窃私欲之后 几个人呢 开始尴尬的看着王宝三 当时正在兴头上的王宝三 发现其他领导 都用一样的眼光 在上上下下打亮着自己 心里啊 此犯嘀咕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自己酒后失言了 这个时候 一个平时和王宝三 关系不错的同事 见王宝三啊 有点赞而合上摸不着头脑 就悄悄的过去啊 把自己的手机塞给了王宝三 然后呢 给他使了一个眼色 王宝三一脸的疑惑 低头一看这个手机 不由得大惊失射 怎么回事 他像电机一样 脸上火辣辣的 恨不得赶紧找个地方就钻进去 那么这些公司领导们 究竟收到了什么样的短信 为什么领导们和王宝三 在看到短信之后 都会这么的尴尬 原来啊 几个领导 收到了陌生号码 发来的王宝三 和下属杜婷婷的不雅照片 在这个照片当中 王宝三和杜婷婷 几乎是一丝不挂 相互搂拔在一起 很快 王宝三和杜婷婷的私密照片 被泄露的是 在公司传得沸沸扬扬 大家在背后纷纷指责 王宝三背叛家庭 议论刚刚当上销售总监的杜婷婷 那么究竟是谁 把他们的照片泄露出去了呢 公司的领导为了平息事态 决定将杜婷婷 从销售总监的位置上调离 对王宝三呢 也进行了警告 那么公司的决定 实际上啊 就是撤了杜婷婷的职 那么王宝三的个人升迁 也受到了实质的影响 尽管这两个人都很无奈 但是呢 却又不得不自认倒霉 这事情发生之后 王宝三见这个杜婷婷啊 整日里是闷闷不乐 一再安慰他 说这只是一个意外 可能是别的部门同事 对自己的业绩啊 心怀嫉妒 故意呢 让自己在公司里出草 那么这种事一定不会再发生了 见杜婷婷 还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啊 王宝三提出 带上杜婷婷 到南方某个古镇啊 去旅游去散散心 当时王宝三向杜婷婷保证 自己啊 是真心喜欢他 一定将来会给他一个名分的 听到王宝三再三的保证 许诺之后 杜婷婷呢 才露出了一丝欣喜的笑容 于是呢 在春节假期期间 他就和王宝三呢 一块旅游去了 经过几天的放松 两个人呢 从低落的心情当中 逐渐就走了出来 可是王宝三心里头 一直有一个疑惑 究竟是谁 在背后泄露了 他和杜婷婷的情人关系 他认为自己的保密工作啊 一向做得很好 怎么会被万人知道 杜婷婷就问王宝三 最近是不是和什么人 闹了矛盾 杜婷婷的这句话 还真的提醒了王宝三 他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自己的下属 郑元 难道这件事情 真的和郑元有关系吗 郑元呢 今年大概40岁出头 是王宝三手下的一名主管 10月份的时候 公司的销售总监职位啊 出现了空缺 当时啊 郑元想到自己年纪也不小了 希望呢 在事业上能够有所突破 于是呢 郑元就把自己想法 也告诉了妻子 那么妻子见丈夫这么丧进 满心的欢喜 自然是非常支持 当时呢 妻子就提醒郑元 一定要和上司王宝三 搞好关系 要是能得到王宝三的提携 这事不就水到局成了吗 接下来的半个月 郑元工作呀 是异常的努力 每天早出晚归 不但提前完成了 公司的年销售计划 而且呢 还一举给公司拿下了 两个新的大单 为明年的发展呢 也奠定了基础 这个郑元在工作的时候 经常主动的找到王宝三 汇报销售业绩和销售计划 在汇报的过程当中 郑元也向王宝三啊 委婉的表达了自己想竞聘 这个销售总监的想法 那么王宝三听到郑元的汇报之后 也很高兴 当时啊 他拍着郑元的肩膀说 小郑 有想法是好事 你的努力啊 我也都看在眼里 下个月公司就要比试了 你回去 好好准备吧 听到王宝三这么一说 郑元心里啊 一下就有了点 他向王宝三表示 自己一定不会辜负王总的希望的 想到今年自己的销售业绩 在部门里啊 遥遥领先 郑元呢 也很是得意 可是转念一想 这销售总监 这可是一块肥菜啊 公司那么多人 都盯着这个岗位的 恐怕这些人 也都不会轻易的三八甘休 这之后的几天啊 郑元四处打听 王宝三有什么兴趣啊 有什么爱好啊 他终于打听到了 王宝三喜欢下班之后 去喝酒唱歌 而且啊 王总的歌喉还很不错 那么郑元呢 就开始主动的邀请王宝三 这一开始 王总还是委婉拒绝 可后来进不入郑元 多次的邀请 碍于情面 也就跟着去了 两个人开始隔三差五的 就去喝酒啊 唱歌啊 有时候 王宝三还带上自己的朋友 玩的呀 非常的开心 那么郑元呢 不但主动的买单 而且跑前跑后 去照顾王总 经过郑元的一番良苦用心 王宝三对郑元的印象 果然提升了一大截 接下来的一件事 让郑元呢 更是欣喜若狂 发生了什么事呢 郑元继续讨好上司 同时也掌握了领导的秘密 郑元立刻明白了 这个高档小区 应该是王总的家外家 升职考试中 他比试拔得头筹 然而面试竟名落孙山 郑元是强压心中的怒火 当时就问王宝三 为什么自己落选了 难道是郑元恼羞成怒 泄露了上司的照片吗 如果真是这样 他又是如何获得上司的私密照 遭泄露的私密照 正在 一天晚上 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 这疲惫了一天的郑元呢 回家就准备睡觉 忽然 叮铃铃的一阵手机响 当时郑元拿起电话 一看 竟然是王总的 他赶紧接听了 只听王总在电话里边说 小郑 我在外面 不方便回去 有急事的拜托你帮我去办 我妻子刚给我打了电话 说儿子高烧 三十九度的赶紧送医院 你帮我把儿子送到医院吧 郑元一听 睡意全无 连连答应 王总 你放心 我马上赶过去 挂了电话之后的郑元呢 开车直奔王宝三家里 他为王宝三把自己当作亲信呢 高兴不已 很快 郑元就开车来到了王宝三的楼下 那么敲开门之后呢 一个五十岁上下 面容有些憔悴 皮肤松弛的中间妇女啊 开了门 并且啊 自我介绍 就是王宝三的爱人 那么郑元呢 也把自己的身份表明了 只听妇女说 说王宝三呢 这两天在外出差 没想到 儿子夜里突然发高烧了 得赶紧送医院 多亏你来帮忙 这个郑元听了一愣 什么 王宝三出差了 还去外地 当时啊 郑元也没有来得及多想 就在妇女的催促下 把王宝三十岁的儿子强强 抱到了车上 只见强强啊 浑身啰嗦 脸色呀 发红 发烫 那么确实 烧得不清 郑元呢 赶紧把强强 就送到了医院 忙完这些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在回去的路上 郑元呢 开始琢磨起来 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王总这周明明没有出差计划啊 自己在单位都没听说 而且天天见到王总 怎么会出差呢 联想到王总每次喝完酒唱完歌之后 都会开车 驶入到一个高档小区 那么起初 郑元以为 这个高档小区就是王总的家 可今天看来 这个不起眼的居民小区 才是王总真正的家 那么王总呢 竟然欺骗妻子出差 在外面去干别的 那么显然 王总向妻子隐瞒着什么秘密 正在这时 王总又给郑元打过来电话 在一番感谢之后 这个王总啊 嘱咐郑元 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自己去这个高档小区的事 听到王总的这番话 郑元立刻明白了 这个高档小区 应该是王总的家外家 那么郑元呢 为自己掌握了王总的这一秘密 而暗自窃喜 这眼看着距离销售总监 彼此的日子啊 是越来越近 郑元呢 一方面积极准备考试 另一方面呢 他也继续讨好上市王宝山 希望呢 在关键时刻 王总呢 能够帮自己一把 而王宝山也承诺 一定会帮他的忙的 结果考试名单一公布 郑元发现 一共有包括自己在内的七个人 竞聘销售总监那个职位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郑元和其他几位同事考完了比试 郑元以第一名的成绩 入围面试 另外入围的 还有第二名和第三名 十天以后 公司将对三个入围的人 进行面试 郑元能得到销售总监 这个职位吗 为了表示感谢 也为了在面试的时候 十拿九稳 郑元琢磨着 花重金 给王宝山买点什么礼品 可是 送什么好呢 私来想去 郑元竟有些犯难了 这天呢 郑元像往常一样 到王宝山办公里啊 去汇报工作 而王宝山呢 正在接电话 挂了电话之后 王宝山嘟嘟囔囔 说了一句话 这手机经常实际不好用了 改天得换一个 听到王宝山这么一说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郑元的心里头啊 一阵窃喜 他终于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一下班 郑元就跑到商场 花了六千块钱 买了一部大品牌的高档手机 这六千块钱 可是自己一个月的薪水啊 郑元 虽说有些心疼 可是转念一想 舍不得孩子 打不得狼 不下鞋本 怎么能拿下销售总监这个职位呢 于是 第二天一早 郑元借到王宝山办公室 汇报工作的机会 把手机就送给了王宝山 因为王宝山呢 不会摆弄这些新鲜玩意儿 那么郑元呢 就帮助他下载 安装了好多常用的软件 而且呢 还用云上传软件 帮助王宝山 把旧手机里的通讯录啊 照片啊 等同步上传到云端 然后呢 再下载到他的手机里 这样一来 就不用一个一个再输入了 原来的信息也全都保存下来了 新手机呢 外观大方 出屏灵敏 声音呢 也格外的清晰 拿到新手机的王总啊 自然是欣喜若狂 郑元 看到王宝山对新手机这么喜欢 心里头啊 也乐开了花 他断定销售总监这一职位 非自己莫属了 随后的几天 郑元就把更多的精力和心思 花在了如何讨好王宝山身上 就在郑元以为 新的销售总监 非自己莫属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 面试这天 由于郑元呢 连日奔波 晚上休息不足 加上呢 过于紧张 竟然呢 大非所问 频频出错 那么最后呢 郑元居然暴冷 出局了 而成绩不显眼的杜婷婷 最终竞聘成功 当上了销售总监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郑元是强压心中的怒火 当时就问王宝山 为什么自己落选了 王宝山一脸无奈的告诉郑元 销售总监的职位 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谁能当销售总监 当时面试的几个高层领导 需要研究决定 那么自己呢 已经尽力了 但是呢 由于那天 你的表现实在是不好 所以说呢 他也没办法了 此时此刻 王宝山想起了郑元 竞聘销售总监的事 难道说 郑元为了报复自己 故意把自己和杜婷婷 是情人关系的信息 给泄露出去了 可是他郑元 怎么会有自己 和情人卧室的裸照呢 自己和杜婷婷的约会啊 非常的隐秘 而且也不可能 因为自己手机里的东西 泄露出去吧 因为在拍完裸照的第二天 他就都删除了 这个不是郑元干的 可又是谁干的呢 就在王宝山和杜婷婷 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王宝山忽然收到了 一个陌生短信 看完短信后 王宝山和杜婷婷 倒吸了一口凉气 短信里究竟说了什么呢 此件短信上写着 王宝山 又跑外地和情人约会去了 上次啊 照片都是我发的 要是不想让更多的验照 公布于众 今晚上之前 把五万块钱 打到我的银行卡上 否则公司领导们 会继续欣赏你俩的杰作 王宝山看到之后 气不打一处来 真想把这个 在背后捣鬼的家伙 揪出来四个粉碎 这个王宝山啊 越想越觉得 很有可能 妻子发现了自己出轨 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敲山正虎 让自己悬崖了嘛 没有想到 妻子居然在背后 敢敲诈自己 王宝山越想越着急 于是啊 王宝山 拨通了妻子刘琴的电话 小琴 我知道 我对不起你 可是你也不能害得 我身败名裂啊 你就是不为我考虑 也得为咱们儿子 强奖考虑啊 正在收拾家务的刘琴 听到丈夫这一番 莫名其妙的话 一脸茫然 说你说什么呢 什么身败名裂啊 王宝山以为妻子 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继续跟他谈牌 我已经喜欢上别的女人了 咱们离婚吧 听到丈夫嘴里 说出来离婚两个字 刘琴是泪如雨下 当时无力的回道 说我风风雨雨 跟你二十多年 你居然是如此的绝情 你对得起我吗 对得起儿子强强吗 说完 刘琴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听到电话那条嘟嘟的急速声音 王宝山当时就争住了 难道自己冤枉了妻子 不是妻子拍而干的 想到糟糠之气 又看看眼前的情人 王宝山是心烦意乱 竟然把那个五万块钱 勒索短信的事啊 给忘得是干干净净 男人和女下属的亲密照片 屡屡遭泄漏 并且收到勒索信息 把五万块钱打到我的银行卡上 否则公司领导们会继续欣赏你俩的杰作 手机里的照片已经删掉 私密照片再次被泄露 这张照片不是别人偷拍的 就是自己的相机拍的 手机竟然被人动了手脚 到底是谁干的 遭泄漏的私密照正在播出 这第二天一早 同事又急忙忙的给王宝山打电话 并且告诉他 说公司领导又收到了 王宝山和都听在一起旅游的照片 公司再次警告他 身为领导必须一身作则 不要因为个人作风问题 影响公司的生意 王宝山听了是震惊不已 他赶紧让同事把照片给自己转发过来 确实是自己和杜亭亮 在一起旅游时候的照片 可是这照片为什么这么眼熟呢 王宝山赶紧打开自己的手机 结果他大吃一惊 这个同事发给自己的照片啊 和手机里存储的照片 竟然是一模一样 这张照片不是别人偷拍的 就是自己的相机拍的 为什么会被泄露出去呢 王宝山这才意识到 手机估计有问题 他赶紧找了一家手机维修店 询问修理的师傅 那么师傅听到王宝山的介绍之后啊 告诉他 只要两部手机使用同一个云账号 其中一部打开手机的同步功能之后 那么手机里的照片啊 视频啊 通话记录啊 邮件等等 都会自动同步传输到云端 并且呢 同步到另外一部手机上 那么另外一部手机的用户 就可以看到他这部手机上的全部的信息 然后修理的师傅告诉他 只要把这个同步的功能关闭了 就可以避免被其他人看到了 那么同时呢 为了账号的安全 建议王宝山呢 把共同用的手机账号给注销掉 再重新注册一个新的账户 这样的话以后就不会有风险了 听到这儿 王宝山是恍然大悟 郑元在帮助自己下载软件的时候 郑元呢 用的是自己的手机账号 那么他的手机呢 也开着同步功能 而自己又无意中打开了自己手机的同步功能 因此啊 自己手机里的所有的信息 照片邮件等等 才会通过这个云端 同步到郑元的手机上 那么自然自己手机里 也就没有任何的秘密可言了 而这个照片毫无疑问 是被郑元给泄露吹吹的 得知真相的王宝山呢 气急败坏 他立即联系郑元 质问 为什么这么害自己 没有想到郑元却冷冷的笑道 说王总 消息啊 确实是我发的 勒索短信 也是我给你发的 王宝山听到之后 更是暴跳如雷 说郑元 你这是犯罪 我要去公安局告你 郑元呢 反而极其平淡 说你告吧 咱们正好啊 可以一块去坐牢 听到郑元这么一说 王宝山呢 立即就心虚起来 说郑元 你 你什么意思 郑元呢 一阵冷笑 说你侵占了公司八十万 如果判刑的话 你可比我要重得多呀 王宝山 顿死是目瞪口呆 态度啊 一下就转了下来 怎么回事呢 原来 郑元通过手机的同步功能 知道了王宝山 侵占了公司的八十万元 郑元 你究竟想怎么样 我竟不信销售总监 你明显帮我 暗地里去帮自己的情人 开始我还不明白 为什么我会输给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女人 直到无意之间看到了你和杜婷婷的照片 原来杜婷婷是你的情人 你拿公司的钱包养这么个女人 还扶她上位 让她当上了销售总监 郑元呢 阴阳怪气的对王宝山说了这一番话 销售总监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你落选 主要是你面试不合格 那么杜婷婷呢 也是靠自己的能力精品上的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没有帮她 王宝山呢 开始苦口婆心的劝郑元 没想到这个郑元呢 不光不领情还扬言 必须给自己五万块钱损失费 否则就去告发她 那么王宝山因为被郑元呢 抓住了把柄 也只好乖乖的给郑元打过去五万块钱 希望能够稀释宁人 就这样 王宝山在妻子的离婚安怨 情人的结婚逼迫 下属的步步论所当中 度过了这个不愉快的新年 而郑元呢 虽然拿到了五万块钱 可在上班的第一天 却收到了公司人事主管 发给她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郑元是满腔怒火 他认为王宝山先害自己落了悬 又害自己失去了工作 真是可恶 就在郑元计划上如何报复王宝山时 却被警方带走了 原来呢 王宝山因为担心偏职的郑元呢 会报复自己和家人 于是呢 他就向公司坦白了自己职务侵占的事实 并且呢 把侵占的这个财产呢 还给了公司 同时 王宝山又向警方举报了郑元 那么警方呢 分别对两个人的犯罪行为 进行了立案侦查 在对郑元进行审讯的时候 郑元呢 却大呼冤枉 称自己根本就没有敲诈王宝山 那么自己呢 只是向王宝山 要回来购买手机 喝酒唱歌 那些经济损失而已 那么 郑元的辩解能不能成立呢 什么是敲诈勒索罪呢 敲诈勒索罪是指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 强行索要公司财务的行为 我国刑法第274条规定 敲诈勒索公司财务 除了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 要处三年以下有极图形 拘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那么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清洁的 要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极图形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清洁的 要处十年以上有极图形并处罚金 在本案当中 郑元呢 以泄露更多的隐私和告发王宝山 作为要挟 而王宝山呢 迫于这些压力 就向郑元呢支付了五万元 郑元的行为 其实啊 符合交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尽管郑元为了达到晋升的目的 确实呢 在王宝山身上花费了数万元钱 但是这些呢 不能成为郑元为自己的犯罪 开脱的理由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 郑元犯敲诈勒索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而王宝山呢 尽管有自首和退陪等重庆的情节 但是呢 因为职务侵占的数额较大 最终呢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郑元呢 为了能够得到晋升 处心积虑 在一时未能如愿的情况下 竟然狭隘偏激去铤而走险 结果呢 最终是锒当入狱 手机呢 只是个工具 最关键呢 是做人应当光明磊落 坦坦荡荡 世上呢 没有不透风的墙 如果王宝山不做这苟且之事 又怎么会被人抓住了把柄 那么在这呢 也提醒大家 对自己新手机的功能 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以防被居心叵测的人所利用 同时呢 也要提防手机诈骗 避免财务损失 好 观众朋友们 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 再见 独居老人租了个女孩 陪她过年 仅立下遗嘱将房产留给了女孩 她呢 早就把余阿姨当成了自己的母亲 老人病逝 失散多年的儿子 回来与女孩争房产 自己才是母亲唯一的儿子 房子肯定要归自己 一场官司 使女孩获得房子的所有权 可她又为何将房子拱手送给老人的儿子 租个女孩做闺女 明日播出 所以就要有ave出了 坡坚坚坚坚坚坚坚...